拿起 祝福 分开 交给 每当我们吃这饼 喝这杯的时候 我们就是宣告 主的死亡与复活 大家好 我们很快的 就要进入主的月奥集了 主的最后晚餐 也就是这个月奥集的开始 对基督徒来说 这个节日是非常重要的 试想一下 当一个人要离开的时候 当他要死之前 他所做所说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耶稣跟他们吃的 这个就是犹太人 所庆祝的月节晚餐 在这晚餐里面 犹太人会吃无教饼 和喝葡萄酒 耶稣也同样做了 但是他在吃这饼的时候 和喝这酒的时候 他说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他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他又说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蒙月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耶稣把自己的生命 和用祂的血 来交换了我们 祂用祂的血 来洗尽我们的罪 在落望福音里 我们也看到 耶稣给门徒洗了脚 这也很可能 就是在 玉月节晚餐里的 洗劫里的时候 耶稣给他们洗脚 耶稣在洗脚过后 还给了他们一个新的命令 耶稣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 耶稣在这最后晚餐里 所做 所说的一切 后来就在这 玉月的奥集里面 祂完全的体现和呈现出来 祂将祂的身体 放在十字架上 被拨开 祂流尽祂的血 来洗尽我们的罪 祂以这无限的爱 来爱了我们 祂也说 如果一个人 能够为自己的朋友 舍掉了性命 那也没有再大的爱情了 所以当我们参与圣州寺的 弥撒时 这台弥撒是没有结束的 因为它还会延续到星期五 所以星期五是没有弥撒 因为它原本就是圣州寺的 弥撒的延续 一直到星期六 玉月节晚餐里 犹太人本来应该要喝四杯的葡萄酒 同样的 耶稣也没有在最后晚餐里喝完应该要喝完的四杯葡萄酒 当耶稣说 这一杯是我的血的时候 那一杯是第三杯酒 也叫做救恩之杯 过后耶稣就说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直到在我父母的国里 那一天 与你们同喝新酒 玛窦福音第二十六章二十九节 耶稣没有喝他第四杯酒 他就跟门徒们去了橄榄山祈祷说 我父若是可能就让这杯离开我吧 但不要照我 而要照你所愿意的 玛窦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九节 耶稣在三元祈祷的时候 祈求天父把他那一杯拿走 那一杯是什么杯 就是玉月节晚餐的第四杯酒 后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渴了 然后就有士兵把一片海绵粘了醋 递给他喝 当耶稣粘一粘了这海绵上的醋 就说 父啊 我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你 然后说 完成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喝了他第四杯酒 整个玉月节的奥极 就在十字架上完成了 耶稣在玉月节晚餐里所做 所说的一切 他都在他的苦难和他的死亡里 完全的彰显了出来 那么今天的我们 又该如何来庆祝这个玉月节呢 当耶稣说 这杯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蒙月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然后他说 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纪念在英文叫做 Remember Re跟Member Re的意思就是 回到 回去 Member就是团体 成员 回到团体里面 回到基督的奥体里面 每当我们吃着饼喝着酒的时候 我们就在纪念基督 我们就在回到他的团体里面 也回到他的奥体里面 每次我们参加弥撒的时候 我们都会听到神父说 拿起饼来 祝福了 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拿起 祝福 分开 交给 我们必须要让他拿起我们 把我们 拿到祭台上 很多时候 我们希望 天主祝福我们 但是我们却不让他拿 如果我们把生命 交在耶稣的手里 他就要给我们 做奇妙的事 让耶稣 拿掉我们的罪 让耶稣 拿我们的家庭 他就要祝福我们的家庭 让耶稣 拿我们的事业 拿我们的金钱 他要给我们 满满的祝福 让耶稣 拿我们的儿女 把我们的儿女 交在他手中 不要觉得 他们是属于你的 那样 天主要改变 你的生命 我们将成为 别人的祝福 也谨守 耶稣的话 你们要彼此相爱 如同 我爱了你们一样 所以保路说 每当我们吃这饼 喝这杯的时候 我们就是宣告 主的死亡 与复活 主的晚餐 是一个邀请 祂邀请我们 与祂一起 经过 死亡 与复活 阿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